暑期呢 我打算给孩子们腾一些牛排 但是为了避免买到劣滋的合成牛排 我决定走进工厂 所以呢 我希望今天大家跟我一起去参观 帮我一起把把关 走吧 这个就是吸冷了 也就是牛的背脊部分 这个是我们手条切割的部分 这把牛排手的手条切割的部分 哦 那切割部分 咱们煎牛排的时候 正常的是要解冻 最好是提前一天放到冷藏室 自然解冻 第二天再煮 那如果等不及的话 就像我这样放到冷水里面去解冻 解冻之后就可以打开 它是双层的一个包装 我们在锅热以后呢 用中火一面煎一分钟就可以了 淋一下这个可以浇浇 其实在家三分钟 你就可以做好一份牛排店口感的牛排 大部分呢 肯定都会区分这个牛排品质的 首先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个产品价格的真实性 还有我们就是一定要看到这个产品的配料表